欢迎来到KK音乐 衣秀红香边刻画了世孙李蒜艰难的成王之路 他不仅要面对喜怒无常的阿公 还有众多政敌等着取他性命 李蒜也成为观众心中美强惨的代表 最近就有网友热议 那些虐到让人心疼的韩剧男主 李俊浩这部凄惨程度不输衣秀 悬兵阿公离婚 跛脚游戏中毒 却惨出美感 步步离准机 皮诺丘李中硕根本天煞孤心 却还惨死不过最后这位 衣秀红香边 世孙殿下真的太惨了 虽然李蒜出生尊贵 众人都要仰视他 但殿下的一生都很让人心疼 李蒜小时候爸爸就发疯被踢死 还要经常面对喜怒无常的阿公 更从小就接受高压教育 距离好几次阿公发脾气 大家都跟着为世孙提心吊胆 长大后李蒜要登基成王 政敌又一堆 每个都等着想取他性命 好不容易遇上喜欢的女孩得任 纳入后宫后 历史上两人的结局也非常悲伤 这里小编先不剧透 但感觉大结局会哭到不行啊 不过其实李蒜还不是最惨的 网友表示 其实俊浩在只是相爱的关系 才是惨中之惨 剧中俊浩饰演男主李康豆 原本梦想成为足球选手 却因为小时候的商场坍塌事故 双腿受伤 梦想破灭的同时 爸爸也死了 康豆没有背景 没有学历 只能成为街头混混 好不容易遇上心爱的女主角 人生开始有了转机的时候 她又因为长期服用止痛药 被检查出肝损伤 真的找不到几个比康豆还惨的男主 玄冰在阿公饰演的刘振宇代表 也经常被提名 之前刘代表的人设就曾引起热议 其实细看这个角色的人设非常疯狂 刘代表离过两次婚 还被朋友背叛 另外瘸腿 惯用安眠药 曾试图自杀 游戏中毒 嗜酒 这人设换成别人演 大概不会讨喜 但玄冰却演出了刘代表的悲剧色彩 惨出美感 善得女王 金南吉饰演的皮坛一绝 呼声也很高 这角色也非常惨 皮坛出身皇室 但她是美式高贤婷式 密谋当皇后时和人私通的孩子 一出生就被抛弃 长大后她变得玩世不恭 更有狠利的一面 但本质只是一个想要关爱的孩子 她爱慕着德曼公主李妖元氏 却也亲手策划叛乱 结局更以悲剧收场 不少观众称赞 皮坛是全剧最惊艳的角色 她有坏的一面 但却坏的让人心痛 善良的男人 将马路也是一路惨到底 马路从小就没有家庭温暖 爸爸风流 妈妈善良到不行的苦命人 即使如此 马路仍好好长大 甚至成为前途光明的医学生 然而后来马路却替爱人顶罪入狱 还被对方抛弃 而在马路入狱时 妹妹因为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 因而生病 需要高额医药费 没有学历背景 只空有一张脸的马路 只好去当了牛郎 后来马路决定去找前女友复仇 为此接近女主角 两人相知相爱后 马路又患上脑浴血 有20%的死亡率 家庭不温暖 被背叛 顶替入狱 妹妹生病 自己也生病 编剧真的把所有最惨的事情都写出来了 李准基被网友提名的凄惨角色是恶之花 剧里他饰演的贤秀从小就因为杀人犯爸爸而活得很辛苦 不仅被霸凌 后来还替自己的姐姐顶替杀人嫌疑 好不容易冒用别人的身份 获得一个温暖的家 却再次成为杀人嫌疑犯 被自己的警察妻子怀疑 其实恶之花还不是最惨的 李准基是有名的凄惨专业户 不少网友笑说 李准基的角色里就没有几个父母健在的 XD步步惊心 爹步娘疼不爱 无法律师妈妈被杀 一只没爸爸被杀 狗和狼的时间妈妈被杀 犯罪心理初恋女友被杀 全都是让人心疼的角色啊 金秀贤虽然是精神病也被网友提名 钢太有一个自闭症哥哥 小时候钢太一直希望妈妈能多多关注自己 但也很懂事不敢让妈妈心烦 妈妈死后照顾哥哥的重任就完全落到钢太身上 他的人生仿佛就是为了照顾上太而活的 钢太的惨和前面几位不一样 是让人感到很压抑的类型 剧中钢太好几次看着哥哥默默落泪 两兄弟崩溃哭泣的画面都显得无比心酸 和李准基一样 李中硕也是很多观众心中的凄惨专业户 其中大家提名的凄惨角色是皮诺丘里的齐和明 和明爸爸是消防员 冲进火场救人 却被诬陷是害人者 和明妈妈不堪其扰 带着和明跳海自杀 后来和明幸运活了下来 改名换姓以吹达布活着 长大后和明好不容易找到哥哥 再次相认的时候 哥哥却已犯下杀人大错 得被抓去关 和明忍着心痛 报道了哥哥的杀人新闻 两兄弟再次被分开 距离李中硕好几场哭戏都让人 虽然已经过了很多年 但对不起我爱你 武贺大叔还是很多人心中的悲惨top1 武贺真的惨到极致 从小就被家人丢掉 澳洲家庭收养后 他又二度被抛弃 只能成为街头混混 后来与一个女孩相恋 那女生却背叛武贺嫁给黑社会老大 在女方婚礼当天 武贺被黑社会枪击 头部中弹 只剩几个月能活 武贺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 寻找生母 他一直相信母亲是迫不得已 才抛弃她的 没想到却发现母亲一直过着富裕生活 还无比爱自己的新孩子 反观武贺却从小过着悲惨生活 她的妹妹甚至至不能足 还怀上了不知道爸爸是谁的孩子 日子过得很苦 这让武贺决定对母亲展开复仇 只不过到最后 武贺发现原来母亲真的有苦衷 武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 于是决定牺牲自己 为了守护母亲 她自始自终都没有和母亲相认 一个人带着这个秘密孤独死去 对不起我爱你的结局 直接让所有观众都哭晕了 除了以上几位 网友还提名了好几位 比如Kill Me Heal Me的池城 从天而降的一亿颗星 徐仁国 恶魔法官朴真荣 也都是惨到极致的代表 大家心里最心疼的韩剧男主 又是哪位呢 我还没那么多等待 所以我们在一起 我需要一个人的一项 给你带你个人的几位 下来 我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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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